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瑟亚纪第九章 在第九章里面呢 谈到什么事情呢 谈到约瑟亚带着百姓 那带着百姓要去哪里呢 要去进入一个领域 就是畸变这个地方 但是呢 畸变这个地方呢 算是一个大臣 但是他们听到这个 约瑟亚对这个耶利哥 对哀臣所做的事 他们就害怕 害怕到这个程度呢 他不晓得怎么办呢 小的约瑟亚军队进来 我们全部是向 耶利哥跟埃臣的结果了 所以听见呢 耶和华的名声 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 并他向约旦河东 这两个国家所做的事 他们就害怕 他们的长老都想办法 要如何保护他们的城市 不注意被全美 但是呢 他们做的方法 并不是对的方法 这个叫做没有方法当中的不好的方法 什么 欺诈 他们就想 来骗他们吧 所以呢 他们来到他们当中 求见 约瑟亚 他就说 我们来求你 跟我们立约 因为我们是住得很远的 你看 我们出来的时候 我们带的饼干 还是热腾腾的 现在都干掉了 那你看 我们鞋子 衣服 也都穿 旧了 然后这个 装酒的 这个酒皮带呢 也都是裂开了 走了好远好远哦 所以请你呢 跟我们立约 你不攻打我们的城 圣经出现了一句话 以色列人受了他们的食物 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这是在第十四节 这句话 只够叫我们警醒 他们带很多东西来送他 他们高兴 他们听他们的话 就相信了 没有求问耶和华 结果后来才知道是被骗了 他们才是三天路程的城市 哇 怎么办啊 但是 以色列人 既然已经 以耶和华的名 跟他们立约 就不能被约了 所以 就说 你们怎么这么骗我们啊 说没办法 我们怕你们了 怕你们 现在看你们要怎么样带我们 都随你们了 是我们不对 但是我们实在是怕你们 但是 百姓在这里 也是要做了一件 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既然已经 跟他们立了约 以耶和华的名 跟他们立约 我们不能被约 就这样 不灭他们 但是他们就在他们当中 做披茶 披茶的人 调水的人 做工人就对了 这些人也心甘情愿了 只要不灭绝我们 在第九章 我们学了什么功课 在神面前 我们一定要 求问耶和华在一切的事情 无论大小的事 来到神面前 神的这件事 是对吗 我相信他们假如来求问神 神会让他们晓得说 不行 祂是骗你们的 求问耶和华 祷告 等候 求神指示 该不该做 往哪里去 该做什么选择 求问耶和华 第二点 虽然是对方不对 欺诈 但是呢 既然已经 跟他们立了约 就不被约 就守约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跟一般的人不同 你对我不好 我就对你不好 你欺诈我 我也就悔悦 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带我们吗 我们 不晓得多少次 违背了 根深立约 我这一生要 侍奉你 敬拜你 我要守你的诫命 但是我们 太多 悔悦了 耶稣基督 有没有悔悦 说你看 你既然不听我的话 我就说 不要你了 就不管你了 就悔悦了 你的受洗就不算了 你也再不是我的孩子了 不是 神永远是守他的约 求圣灵保守带领我们 使我们立约 在神面前 不悔悦 使我们凡事求问耶和华 等候他的指导引导 天父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神 是立约的神 虽然有时候我们 毁约 悲约 但你仍然 永远是守约的神 这是我们的力量 这也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无论怎么样 不对 跌倒 背叛 回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仍然赦免我们 收留我们 主要保守我们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